滑溜溜的扇鱼您是否喜欢吃但却拿它没有办法 都说扇鱼血有毒素 那么扇鱼到底应该怎么吃最安全 想在家就能吃到美味扇鱼吗 那就一定不要错过本期健康新时代 叶大厨为您带来它的湖北家乡菜特色盘龙扇 扇鱼香辣十足焦麻香口 绝对是您喜欢的味道 更是您家庭聚会招待朋友的拿手好菜 珍珠丸子也是湖北的特色菜 运用了最健康的烹饪方式蒸 让您可以收获食材最丰富的营养 想在家就吃到正宗湖北菜吗 那就一定不要错过本期健康新时代 走进健康新时代快乐生活吃出来 您现在正在收看就是每天带给您好味道 以及很多养生知识的健康新时代 我是大嘴 八大菜器大家都知道 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菜品风格 而除了八大菜器之外 在其他的很多省份也有自己当地的一些特色的菜品 比如说湖北 湖北被誉为是千湖之省 很多湖泊 而且很多湖北当地的特色菜 也值得我们大家在家里好好地碰一碰学一学 那今天我们就以湖北菜作为一个主题 给您请来的是来自于湖北的叶大厨 欢迎 大家好 一大叔今天要一口气带给来两道湖北菜 而且也算充当湖北菜的家乡的形象大使传播出去 是不是 是 那么今天关于湖北菜有多少历史 关于湖北菜该怎么吃才能更健康更营养呢 解答这些问题的是我们带来非常熟悉的营养专家医学老师 我们的顾老师欢迎 欢迎 大家好 今天我之前的时候看大厨处理的是我们的扇鱼 我就在想 今天这道菜应该是有点辣的 因为我接受的扇鱼的做法应都有点辣 这道菜是辣的吗 对 第一道菜名字是什么 第一道菜特色盘龙扇 制作特色盘龙扇的用料有扇鱼 干辣椒 青瓜椒 香葱 特色盘龙扇 对 有这个盘龙的扇道 对 一圈一圈马上盘 我这个扇鱼也是这样一圈一圈的 它现在是直的 对 扇鱼是刚刚我们用的这个活的扇鱼 然后提前也烫了一下 这还没彻底盘龙 你要打算把它盘成什么程度 卷起来 一圈一圈一圈盘旋道 对 就像这个山上的这个车道一样 对 可以吗 可以 这道菜算是湖北的一道家常小菜 还是算宴请的菜 一种地方特色 去地方特色的这种家常菜 地方特色菜 绝对湖北味 对 那好 现在我们扇鱼已经给大厨准备好了 那现在大厨给我们一起来操作 好 首先我们在锅中热好油 对 我们这个油先把它烧上 烧上 炸的时候我们油温一定要高一点 所以说我们要烧得久一点 这个要用蒙油啪了一下 对 是它攀成一个造型 对 今天我们用的这个主要食材是扇鱼 说到扇鱼可能一般在四川菜中常出现 对 湖北人喜欢吃它 对对对 那这个扇鱼它生长环境是在湖里面还是说 湖泊江河都会有 湖泊江河里面 淡水当中比较多 但汤泥的它可能比较多一些 对对对对 那这个扇鱼我知道 一般我们在活的买回来之后 抓它抓不住因为有粘液 对对对 那我们吃它的时候呢 怎么把粘液能去除掉 很简单 去除它的粘液就是我们把烧开热水 就100度的热水 然后我们倒上少许的白醋 烫一下 它粘液就去掉了 就用热水直接烫它 对热着烫放白醋 那这个就跟我们在家 比如说处理这个 哎 慢雨粘液是别这么处理 对都是一样的 都用热水来烫 对 热水来烫 加上白醋 白醋 对 它就可以去除 那你看这个原理就等于是 它这个粘液呢 都是一些粘液的碱性蛋白 放一点醋呢 可以综合这个鸡酸碱性 就是把这个酸碱一综合 综合了 中性了 所以比较容易去除 这样子呢 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那我其实在市场 如果说买这个晒液的话 因为咱们北方人大多数 对它接触的 比较少 对 这个该怎么挑呢 不用挑 嗯 我们一定要吃活的 对 就吃活的 对 死鳝是有毒的 鳝鱼是有毒的 它的那个鳝鱼的血 血液它是有毒的 是不能吃 不能食用的 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吃活的 必须吃活的 所以去挑的时候呢 就是挑那种特别活的 也就是说你比如说像有一些鳝鱼 我们感觉它已经游到上面 好像快死了 那么不是很活泼的 那么尤其在上面呢 浮在就是特别表面上那种 我们认为就不应该挑了 那就可能它好 因为自己的这个技能弱解 所以它浮上来 去呼吸空气 对对对 那种我们都建议不挑 最好呢就特别活泼的 看起来呢 非常生猛的内容呢 吃起来还行 因为鳝鱼里面呢 它会产生一种阻碍 这种呢在死的时候呢 这种阻碍物质会很多 会让人中毒 中毒 比如说会让我们呼吸困难 然后呢身体过敏 然后再厉害了呢 可以导致人的死亡 总之就是说鳝鱼啊 死了千万不要吃 那这边我们就把锅中呢 切好油 准备一会儿呢 开始来正式的炸我们的鳝鱼 现在在我们的油呢 七成热左右的时候 就是说表面已经有点 接近平静 之前是开始冻 然后平静的时候 就大概油温差不多了 把我们的鳝鱼放进去 用手试一下 感觉就 温度就很高 感觉很烫 这就可以 可我们在炸大的时候 直接所有的鱼一起放进去吗 对一起放进去 好 我们一起下 好 其实刚才炸的过程 都能闻得到 这个扇鱼片来的一些鱼香味 对 先打开锅看一下 哎呦还真是 炸得很猛烈 一吐 这个是不是就是盘龙二异的来源 对 就是它炸完之后 你看 而且你看之前的时候呢 它可能造型不那么弯曲 但现在它真的很弯曲 而且相互之间都缭绕在一起 炸的有一点变黑 这个颜色 是因为它的表皮会变黑 但肉还是白的 炸的酥脆 要脆的 对 这个我们一块吃它的时候呢 还要烧吗 还是直接就拿它来吃 我们推个干喷汁 干喷汁 来喷它 你看有一些它已经卷曲到 相互两个呢 浇在一起了 浇在一起拿不下来了 拿不下来 这真是盘龙 炸到什么程度刚刚好呢 把它炸焦 炸 炸 以前吃没吃过这道菜 顾老师 我一般黄像行吃那个 就是炒那个蒜丝 然后做那个蒜片 或者说再穿在这种毛鞋腕里面搭配了点 对对对 有一点蒜片 然后没吃过这种整条的 整条的 但其实这个扇鱼的做法是挺多的 是不是 比如呢 比如说有烧鱼桥 在武汉叫烧鱼桥 烧鱼桥 那么炒蒜片 炒蒜片 蒜丝 才可以做三根 说到扇鱼 其实你看湖北人喜欢吃 因为湖北呢 它湖泊比较多 那我想问一下老师 这个常吃扇鱼对身体有什么样的好处 其实我们有句话叫做扇鱼是眼药 听不听说过 眼药 眼药 对治疗眼睛 对眼睛好 对对眼睛好 对眼药 实际上呢 就说黄扇里面呢 有一种维生素 我们叫维生素A 是非常多的 所以它有很好的养眼作用 其实呢 黄扇呢 大家都知道它血比较多 没错 以血养血 血 但它的血据说不是有毒 对 它的血呢 我们之前都是要放掉的 可是呢 实际上呢 本身这个血呢 它是有自己的独特的功效 有一些中药呢 我们有的时候还要用 比如中风 我们会用黄这个扇鱼血呢 给它涂一下 外敷 外敷 然后呢 其实本身呢 就是黄扇呢 它就有补血养血 溢血的作用 能够促进我们血液循环 那么再就是呢 像黄扇呢 它还可以对我们一些身体比较虚弱的人 然后吃东西不是很好 我们叫补中益气 补中益气 所谓中呢 就是指我们肚子这块脏气 补中的意思就是能够让我们的内脏啊 活跃起来 能更好的消化吸收食物 就是补中了 补中 这样呢 我们就行气 一气 也就是能让我们体内的气血啊 比较旺盛 可以很好的 它比较顺 比较顺畅 所以这样呢 对一些身体比较疲乏啊 比较虚弱的人啊 那么就可以变得更加健康 让你时刻都精力充沛的样子 对 精力充沛 是 所以它有补益左右 其实你看啊 这个扇鱼呢 刚才老师说这个血不能吃 扣这道 今天我们做这个扇鱼 好像血没有放 对 这是可以的吗 这是可以吃的 但是一般呢 它们可能会 里面的这个血呢 会影响这个扇鱼的口感 我估计今天呢 那我们大厨给大家 他应该是有自己的想法在 对 他肯定要用一些方法 来去除这个怪味 我一定要问一下 我们的野厨 咱这个血没有放 那我们怎么才能 去除它的味道 包括是怎么才能 使这个毒性弱减 或者说去掉这个毒性 第一 我们要把它炸干 炸干 然后第二 我们的味道是 非常的劲爆 就是说是火辣型的那种 对 它会非常非常强味 对 你吃呢 就是它调料的味道 远远强于 它这个黄鳝的这种腥味 其实我明白了 你看我们平时炸东西 目的是把这个食材中的水分炸出来 而血大多数都是水分 我们在炸大的时候 等于就是把这个血给它炸出来了 炸干了 然后我们再喷一点点这个汁 劲爆的一种辣的味道 还能使这个本身血流下来 这种污浊的味道给去除掉 这样就能吃到这个比较不错的味道了 好 这边我们要做干粉汁了 我们在锅中来这么一点点油 然后加入的是 青的花椒 然后再放入大量的辣椒 对 咱用的是干辣椒 对 我感觉用了有好几两辣椒 没错 这个很像做这个水煮鱼 辣子鸡啊 四川之类的菜的感觉 好 我们再下一个点姜 来点姜 蒜 大蒜 对 这个湖北菜 咱今天这种风格是不是 也属于是湖北菜 一种比较咸的特点 就是味重 对 味重 然后做这种核鲜 对 然后加入我们的豆瓣酱 金沙豆瓣 金沙豆瓣酱 金沙豆瓣酱要比这个皮鲜豆瓣酱吃起来辣度呢 要少一点 对 但是也都是属于好豆瓣发酵 对 然后呢和辣椒一起发酵出来了 然后翻炒一下 味道出来了 有这个花椒的味 好 我们下入一些糖 为什么还要来糖 提鲜 然后把它的味道 味道 整个的味道融合一下 这一锅 你光看这个配料 这些小匙调味料 就感觉像一盘菜 是 我觉得这个香菇料炒好了之后 放什么下去炒都好吃 就很好吃了 好 下些料酒 料酒 料酒来多少料 一小勺 一小勺就可以了 生抽 料酒主要是为了去除 鲜鱼本身的那种和鲜的土腥味 然后来点生抽 提提鲜 锅中有一点点小火焰 能够看得出来 够劲爆这个汁 对 想象一下就是非常强味的 再加点糖 来点糖 还要再加糖 糖要分两次加 来一点可以补一点 哇 把这个香菇料炒得差不多的时候 我们的鲜鱼 盘炉鲜鱼放进去 来回的煸烤 有点像做干锅的感觉 这就是单喷汁 对 这就是干锅汁了 对 在家里面这个干锅汁的做法 咱学会了之后 弄点桃豆撕进去 弄一点鸡块进去 我觉得鸡块能很好吃 做那种好像有一种穿味的辣子鸡 下入芝麻 还有芝麻 芝麻主要的就是增香 对 花两下 其实我觉得这家里有点花生碎 都可以放进去一些 好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下入一些 也可以 下入一些 香酥 出锅之前来香酥 大厨 我觉得这道菜你做的时候 你很有激情 很有激情 你有这样的感觉吗 我们说实话我们在闻它的时候 他能握到我口袋 风目结舌的感觉 好真的 有点刨晕在世的样子 来 我们这边准备好一个盘子 欢迎我们的盘龙扇 油黑油黑的 油黑油黑的 这就是一道大菜啊 而且实话这个味道 是我喜欢的这种又麻又辣的味道 光不闻就能闻得到 大厨现在有点 故作镇定 其实他心里很开心 今天发挥的觉得怎么样 还是在长达之前 可以 全盘成小龙了 好 在盘龙扇的时候还能听到 锅中滋滋拉拉的那种 油和辣椒一起发出的声音 盘龙扇 过敏思议 就是因为他做好了之后 每一个扇鱼都像盘龙的这种车道一样 排旋这样子 一卷一卷的 终于要吃了 好 来尝尝 这个应该从头开始吃起来 还是从尾巴开始吃起来 从哪开始吃起来 这个菜其实 我们做的时候大家都知道 我是整个的鲨鱼下进去 也没有开场 也没有破肚 也没有杀 也没有宰杀 对 这个菜其实是一道地方特色土菜 所以说我们也要吃着 也要很粗犷 我们要用手来吃 手直接拿着它来吃 最好 这手拿着啤酒瓶子 这手来吃汤 对 这就是夏天喝啤酒 下韭菜 下韭菜 武汉人最地道的那种生活 是不是就是这样 对 来我们掐出他的背部 掐背部 一个手拿出他的头 一个手拿出他的背部 我们慢慢往下撕 要撕开他 对 哎呦 可以 撕开了 同时他的内脏和骨头 全就撕下来了 就是脏东西属于是 对 全部就下来了 可以了 你看 其实它这个骨头 你在撕它的时候 很容易就出来了 因为之前炸的时候 它已经有点骨肉分离的感觉 对 然后就可以直接散着嘴巴来尝它了 对 还真是 炸得很干香 对 这道菜有点干扁菜的感觉 对 可以 这个味道我喜欢 非常麻辣 这个味道嚼在嘴中的时候 是那种越嚼越香的感觉 没有这个黄鳝的腥味 我刚才就在担心这个血啊 嗯 在这个季节咱吃掉武汉菜 不仅能够补到很多营养 而且呢 还能吃到一种暖暖的这种暖流 那今天这道菜呢 算是湖北一道很符合他们天气的一道菜 火辣辣的 而且热乎乎的 吃完之后让你觉得身体很暖 对 那接下来大厨给你带来第二道菜了 名字是什么 珍珠丸子 珍珠也能做丸子 当然不是真的珍珠了 叶大厨用非常适合在冬季食用的糯米和猪肉馅 做成一个个雪白Q弹的珍珠丸子 湖北人是最会做丸子的了 什么鱼丸 豆腐丸 肉丸 菜丸 应有尽有 来自湖北的叶大厨 做丸子自然也是一绝了 那么这珍珠丸子都用了什么调味料 这珍珠一般的糯米是怎么处理的 一切朋人秘籍马上呈现 今天我们这边教大家做的是湖北菜 可能这一题名字您觉得有点陌生 因为湖北菜我们不常吃 甚至说在生活中 是一个八大菜系好像 不许八大菜系 甚至生活中很多菜馆也不是以湖北菜做主打菜 很少 但是很多人去过湖北之后 会被那里的菜迷住 对 而且很多地地道道的湖北人 也很爱自己的家乡菜 没错 尤其是上武汉 武汉 武汉你那个吃的特别多 包括现在湖北很多的餐饮企业 在全国来讲也做得非常大 都是航母新的 航母新的 甚至有些餐饮公司职业都上市了 就是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全国的一个趋势下 我们今天教你做湖北菜 请来的是来自湖北的叶大厨 叶大厨刚才做的呢 这道扇鱼 非常好吃 怎么样 盘龙扇 而且很特别 我现在第二道菜 很劲爆 劲爆 现在还有这个回备的麻味 然后从鼻子到口腔一直到石管前 麻了 那第二道菜我们的珍珠丸子用会什么味道呢 大厨 就要来我们做珍珠丸子 制作珍珠丸子的用料有 猪肉馅 糯米 珍珠丸子我们用的是什么馅 猪肉馅 猪肉馅 丸子啊 在湖北人的生活中可以说不能少 经常我们吃的就是珍珠丸子 珍珠丸子 豆腐丸子 豆腐丸子 平常就是 平常好 平常在家里吃的比较多 就这两种 就这个珍珠丸子 豆腐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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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萝卜丸子 湖北人特别喜欢萝卜丸子 对对对对 那今天咱做珍珠丸子算是一道家常菜 对一道家常菜 也是 其实这道家常菜也是一道家常菜的一道代表 因为它有 湖北人叫我丸子 圆子 圆子 因为平时啊 比如说逢年过节的时候啊 或者是来到亲朋好友 或者是中药的 什么结婚喜庆这种 宴席啊 都要上这道菜 圆子 这道菜的 都预意了 珍珠丸子 团团圆圆 团团圆圆 团团圆子孙满堂 对对对对 这边我们用的是五花肉 五花肉 五花肉 我们提前把它搅好的肉馅 肉馅呢 我们选用的是肥三瘦漆 肥三瘦漆 肥三瘦漆 对 首先呢我们就 加入一些生姜末 这说是水是对的肉馅 简单调味 对生姜末 然后 我们再加入一些大葱 我们把它切一下 碎一下 对 其实这个原子这道菜 咱们一块是属于是蒸菜 是不是 蒸菜是不是 蒸菜是不是湖北人特别喜欢 蒸菜也是湖北的 其实一个主要的一个烹饪方法 一个主要的烹饪方法 比如说湖北菜 它的这个烹饪特点 包括口味特点 清蒸五苍鱼 我知道 清蒸五苍鱼 很有名 蒸烧 焖 炸 这些 这是他们最喜欢的 对 然后口味基本上就是味重 芡汁浓 味重 芡汁浓 口味比较纯正 对 口味纯正 好 咱这边葱花给它切好 其实刚才我和郭老师就说 这第一道菜呢 就挺劲爆的 没错 挺像这个湖北的天气 火辣辣的 吃起来的时候很过瘾 很过瘾 那这道蒸菜 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的老师 这个蒸菜一般它的好处是什么 一般像蒸菜呢 是我们现代的这个营养推充的 因为蒸呢 它通过蒸汽的这个方法呢 一个能让食物容易入味 另外呢 它还可以保留食物的营养 它不像我们煮啊 它就流失一部分水溶性维生素 就流失了 像过油呢 一些这种非常好的 在高温情况下 就能破坏的营养素 就被破坏掉了 所以蒸呢 它能原汁原味 保留食物原本的特点 而且呢 营养成分呢 呃 比较保留的多 那么再就是呢 蒸的时候我们用油毕竟要少 油也是少 我们放的油很少 所以呢 它比较平衡健康 对 健康的那种吃法 那今天我们这个调味怎么调 调味啊 我刚才加了啊 两勺盐 嗯 嗯 然后加点胡椒粉 胡椒粉 然后加了一支鸡蛋 嗯 好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 朝着一个方向 慢慢的把它打上劲 咱这个做这个丸子哈 我在想放鸡蛋 呃这是什么目的呢 第一 第一我们起 让它更加黏黏黏黏 嗯 嗯 黏到一起 起个凝固作用 第二 它的口味更加的爽滑 哎呦 就是滑润的里面 对 鸡蛋轻它起到很润滑的作用 咱做饺子馅 其实在家里有的时候也会放一个鸡蛋 做饺子馅 包的馅 馄饨馅都可以 对 让它口感更加爽滑 所以说现在咱做了一个丸子想好吃 一个方向 哎 反复的上劲 然后一块再摔摔它就OK了 对 对 现在开始正式的摔 对 摔打之后 这个丸子里边就充满气 咬下去一口之后呢 就像咬一个机关一样 然后它将你那个牙齿啊紧紧的给命封住 来回来摔打它 那其实你看今天我们搭配这个糯米 一般我们在生活中基本上都是吃这个糯米粥 或者说我们吃的这个粽子 对 都是用糯米或者汤圆 哎 南方呢它比较盛产糯米 我觉得这个糯米跟中华民族很多传统分不开啊 哎 没错 这个糯米几千年传下来 那它这个主要的营养物质是什么呢 糯米呢实际上呢是最平性的一个食物 所谓平性呢就是说它不偏不倚 不是像我们吃一些东西上火 那就是热性 如果我们吃一些东西容易爱拉肚子 觉得凉那就是凉性 糯米呢它就属于最平性的 而且呢最滋养的 比如说你生病了或者是这个胃肠到不舒服 那么你喝一点糯米粥 那就是最养胃的 那么吃所有的食物 比如我最近要大鱼大肉的吃 你可以多喝一点糯米粥 这样可以保养好我们的肠胃再去吃 那么就能更好的消化吸收营养成分了 大叔我在想在有的时候 做这个蒸菜中用的这个粉着肉的那个粉 是不是也是糯米粉 里面有糯米的含量 有糯米 糯米 然后豆粉 豆粉 对 然后还有米粉 它属于是一个调和的 对 但是糯米在里面是还是挺黏一点的 是 糯米呢它的好处是一蒸以后 就有点半透明状 看起来呢非常亮 而且糯 很糯 而且看起来就像珍珠一样了 那这边我们好 将丸子打上这个很多很多劲儿之后 我们呢就开始准备做丸子了 现在我们已经打上劲了 好 就可以做 做丸子 是不是这个糯米是先泡发过了 对 糯米必须要提前先泡制 泡一下 这个糯米都是我提前泡好的 这个糯米大概要怎么泡 用凉水泡 凉水泡 大概泡一晚上就可以 一晚上 对 那还是挺久的 泡一晚上 泡一泡 一般如果在家里做的话 一般就泡个六个小时 这个泡它的目的是让它怎样 让它胀发 然后更容易成熟 利于成熟 发胀了以后呢 然后它一蒸的时候 就容易成熟了 要不然你有一个硬心 就不好吃了 在这边呢 团丸子 其实这个你看大厨做很简单 大厨你给它分解动作一下 好不好 好 因为很多人对这个不是很了解 这样手捏住它一团肉 慢慢的 对 像大拇指滑一下 从这虎口中滑下来 一挤 右手轻轻的不弹 出来了一个 感觉很圆 我们的肉馅呢 挤出来一个小丸子 蘸好这一圈糯米 就放入冬体中了 好 我们裹上这个糯米 这个蘸它的时候呢 因为它里面有蛋清 而且本身的这个肉 有这个粘性 所以说蘸糯米很容易粘了 对 我感觉好像应该裹得很厚一层糯米 要不要很厚 结果我看好像挺薄的一层 很薄 薄薄的一层就过了 不要太厚 其实以前的时候 我也吃过这珍珠丸子 对 它出来之后都是 好像立起来 立起来这样 一层一层的 感觉糯米非常多 真的是 其实你看 关键的时候呢 就是蘸满一圈就可以 不用太多不用太厚 对 不用这个非得说好 蘸满了它 对 那你看好 这一团团这个小丸子 现在呢已经蘸好糯米了 接下来放入容器之中 进行蒸一下它 对 其实这道蒸菜呢 算是好 湖北呢一道家常小菜 那湖北也有一个很有名的 面羊三蒸 对 这三蒸一般听说是在过年的时候吃 对 怎么讲 过年来说为什么要吃这个菜 因为它多样化 很丰富 看着也很大气 而且很漂亮 那一般的话都蒸什么 这个缅羊三蒸都蒸什么 一般有蒸鱼 蒸肉 然后蒸蔬菜 蔬菜 对 蔬菜 鱼肉 有鱼有肉 还有蔬菜 对 那一般的话是裹淀粉吗 还是说裹面粉 还是说裹糯米 它有一种我们湖北武汉 专门特制的这个蒸肉粉 蒸肉粉 对 蒸肉 一种米粉 专门是用来做蒸菜的用来 也是米粉 对 一种米粉 复合粉 就有其中以前之前我们也给大家做过这个粉蒸肉 嗯 介绍到有这个 今天就是里面有糯米粉 有豆粉 对 就是调和着专门蒸肉的 有面粉 米粉 然后一切 那一般的话在过年过节的时候 这道菜一出场了就代表着 全家人在一起享受幸福生活了 那今天我们做的这个珍珠丸子 希望你在家里的时候也可以试一试 其实我觉得它妙就妙在那个外皮啊 诺诺的 里面呢还是肉香 一会我们等蒸好了之后再尝一尝 好现在15分钟已经到了 准备出锅 有点烫是不是 哎呦热气腾腾的 又出来这个怎么样很久违的一个造型 一般是不是在湖北它会用这个笼屉来蒸 对 用笼屉 笼屉 把它一个一个摆上 对 一起帮大厨来摆上 这要摆个什么造型 什么造型都行 给它取出来 大家看到没有 它取出来的时候 外面这个糯米啊 晶莹剔透 而且有些汁水能够留它下来 对 最后呢再来点 香葱末 香葱末一点就上去好 就显得这糯米更加的晶莹剔透了 香焖焖的珍珠丸子 现在已经算大功报成了 对 可以说是经过了一番努力 那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尝尝这 湖北菜正宗的珍珠丸子 不错 可以可以可以 这个肉的味道还是比较浓的 而且外面这个糯米的感觉 糯糯的弹弹的 对 非常软糯 而且非常鲜美 好像有一点这个鲜汤的味道 糯中体现出香 肉香中呢 还有这个糯糯的糯米的米香 对 不错 觉得这道菜有没有加上菜的感觉 当然有了 绝对是 很正宗的是不是 对 今天叶厨呢 来自湖北给你带来的是 正宗好吃的糊米菜 希望你在家里呢 也可以试一试 要感谢叶厨的到来 谢谢 谢谢 顾老师带来这么多 关于养生的知识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看新吃蛋 不见 我们散咯 再见